今天我们的全方位教育讲座 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关于大学排名的问题 我们刚刚也听到了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 江主任来过 我们探讨这个问题 江主任您好 您好 各位家长你们好 您刚刚也讲得非常详细 其实排名有很多种 对 其实排名还是有它的公正性在 也就是说 其实家长们 学生们 会去care这也是正常的 对 其实这个排名 很多家长会觉得说 那是谁说的 谁说他第一名 这很实际的问题 你认为他第一名 他就第一名 那我不认为 所以其实这个排名 它其实是我刚刚讲过 就是很多很多的因素 所造成的这个排名 不是说某人认为 谁是第一名 谁是第二名 所以它是有不同不同各方面的 而且是有不同团体 来做的一个统筹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排名是可以当作参考 但是也不能完全以它为作 为唯一的依据 对 所以除了排名 大学排名之外 那么学生们 以及家长们 在帮助学生们 选择学校的时候 还有什么地方 我们值得应该要参考的呢 对 我想参考的东西很多 像比如说你想要读什么专业 因为有些 有些学校它的排名 可能就是说 它总体排名并不是很高 但它某一个科系的排名 特别高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是要读那个专业 可能你可以考虑 因为你这样去搞 找工作的时候 那个业界的人 可能都听过这个学校 也都知道这个学校 这个专业是非常好的 对 对 所以呢 这个科系的问题 还是要参考 我觉得现在还是会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现在到底大学文凭 有没有用 可是我觉得还是某一些 比如说尤其是一些私立学校 如果说你是这种所谓的 艺术科系出来的啦 或是这种高科技业出来的 听到你是某一个学校出来 你就觉得说 哦 那个学校的program不错 出来的学生应该都相当不错 对 就是像技术 就是有一种技术类的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是蛮重要 再来的话 就是说学校的文化 像你自己念Berkeley 你知道Berkeley是一个很 就是很自由 很自由 很人文的一个学生 对对 如果你是一个很近 然后你不喜欢 比较严肃 也比较拘谨 比较传统的 你去那里可能你自己 会很痛苦 你自己不舒服 对对 会很痛苦 虽然Berkeley的排名 一直蛮前面 所以也不能完全 就是照着这个排名来走 因为有时候 父母亲 尤其我觉得父母亲 有时候会倾向于就是说 这个学校 排名很前面 亲友都听过 尤其像Berkeley 对可以跟亲友炫耀 对对对 像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修正 他们这种观念呢 我觉得跟亲友炫耀 不是说这个没必要 其实我也是妈妈 我觉得多多少少 都还是要能够讲得出口 但是我觉得那个 应该不是第一个考量 就是第一个考量 还是要适合你自己的小孩 适合你自己的小孩 那我们刚刚讲到像文化 还有像比如说环境气候 对不对 有些人他就很怕冷啊 你非要他去Boss念书 对啊 那那边就是下大学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有些小孩子就是 基本上他不是一个很独立 那你一定要把他推到很远 或者是有些小孩翅膀很大 就是在家里一直会跟父母起争子 因为他是一个意见很多的人 对对对 那你如果说不把他送到远一点的地方 硬要他住在家里 那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嘛 对所以像这些都是要考虑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蛮实际的问题 是非常大方的 所以只要你能够进 基本上来说学费你不用担心 不担不起没有关系 可是有些学校就不是 有些学校就是说 因为他自己本身这个财务的状况 不是非常的家大业大 所以你申请奖助学金的时候 可能他就会录取你的机会稍微低一点 这些都要搞清楚 所以如果说申请的时候 我们就是低送申请表的时候 是我们适合的学校 适合我们的学校 我们低送 最后出来这个学校 他票面价多少 然后他给我多少奖助学金 扣下来我到底要付多少 那每个学校相比较 我才来选择最后我要去哪个学校 所以真的是选择学校 是要从各方面来考量的 有太多太多 但是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考量 一定要胜选 因为毕竟你将来四年 你都是在那边过生活 而且为你的未来的一些 这个工作发展上面 是打下很好的基础 所以一定要审选 对啊 你一辈子的朋友 可能就是在大学遇到 没错 非常谢谢江主任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告诉我们这么多重要的资讯 甚至有时候家长们 不要太迷信排名 排名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 适合自己的孩子 我们可以更发展 启发孩子们兴趣的学校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